大家好 我是Carrie 今天有一個很令人開心的消息想跟大家分享 我想可能香港的朋友來打開電視都看到突發的了 加拿大政府終於行動了 等了很久 英國又說BNO 澳洲又說怎樣 終於加拿大就有一個真是比較開心的消息 告訴大家就是對於年輕人的暫時 只要你夠年輕 但他還沒說多少歲為之年輕 而你最近五年內 你是在世界各地任何一間 不可以說任何一間 有認證的大專院校 你是畢業下來的五年內 加拿大政府這邊 你就可以向他申請一個三年的Open Work Permit 甚麼叫Open Work Permit 就是說你拿著這張Work Permit 你就可以有個簽證 然後你可以入境 然後你可以來到加拿大這邊找工作 那你在這三年的時間裏面 你找到一份工作 而可以做到一年呢 那你下一步就可以申請成為加拿大的PR 即是Permanal Residence 永久居民 那就是好像我們香港的永久居民那樣 成為了加拿大的永久居民之後 你的下一步你就可以思考 你是不是要繼續在加拿大住下去 一邊住一邊續這個永久居民證 甚至你可以考慮入籍的 所以這一個為什麼我說的消息這麼開心呢 就是因為它真的在我的角度 我覺得它大大降低了門檻 因為我是差不多四五年前 2016、2017年的時候 我和我先生阿基仔 那時候是過來搞移民的 那時候真的沒有了這件事 門檻高很多的 因為那個分數線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是470多 490多分 那如果大家要拿到這個分數去移民 其實是很難的 你要各方面 什麼英文 你要有兩個學位 你要有幾多年工作經驗 才可以配合到那個位 那很多很多朋友都是做不到那個分數 還差很遠 那現在呢 它簡直是送 不是送的 你都要達到它的 criteria 那有一堆的 那細節還沒出 那你就可以拿到這個位 可以至少過來工作 因為工作就可以加分 下一步你就可以申請了 就是反過來的 因為我很記得那時候 我們在搞移民的時候 那我們有過來實地考察一下 那我那時候在香港 還在一間商業公司 那裏做一些 Marketing pitching Advisor的工作 那我就想著 都好像OK那樣 那我不如試試過來 踩上門 敲一下門 看看會不會有公司請我 那他一請我 我就立刻可以 加快我的移民步伐 那我和我老公 就到處去Downtown那裏 弄了很多獵頭公司 那他敲門 沒什麼人願意見我 就是最終有一間 一個外國的女士 跟我談了一個半個小時的會議 那她跟我說 你的profile都OK 啊 但是你沒有work permit 我們請不到你 我們都不會幫你去搞work permit 那你要自己搞定 等你搞定 你來找我 那我就應該可以幫你找到 一個心儀的工作 那我心想 哇 等我拿到work permit 蚊都睡了 幸好後來 我們總算可以成功 滋入這個成功移民的行業 但是現在 他簡直是 加拿大政府給你這個work permit 變成你們可以自己過來 找你們適合你的工作 你還可以試不同的市場 你可以試Toronto 你可以試Vancouver 還有Calculade 還有Edmonton 還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有朋友就會問 那到底找工作難不難呢 剛才我說了 沒有work permit 就很難 極之難 有了之後 我老公在後面說 沒有 簡直不請你 那好啦 如果你有了之後 那怎樣呢 這個我答不了你 因為我自己沒有找過工作 我來到這裏之後 我先上網找一些補習 教中文、教英文、私人上門 那些 後面我考了一個 license 做地產經紀 那我就沒有真的說 去敲門 或者去入職 即見工 那樣的 但是我身邊的很多朋友 回流回來 移民回來的 他們都反映就是需要一些時間的 但是因為始終 尤其是溫哥說 我們這邊很多華人 那所以只要大家 即中英文正常 即是懂得說懂得寫 又可以入電腦 又懂得交流 那都不會太難的 因為這邊遍地 都是很多不同的工作 譬如車行 你去買車 你賣樓 做Inference Broker 或者做後台Admin 好像包括我們自己的地產公司 我見我們上面那些Admin 都說 經常都要請人的 請前海也好 請後面的Admin 請Conviancer 甚至是請一些Marketing的人 那我想工種可能沒有香港那麼多 但是呢 我覺得還沒去到說 我找不到工作 三年之後 撿包袱回家 回香港這樣 那我相信 以我們香港人 我們那股 那股拼勁 我相信大家會找到工作的 只要努力的話 好了 講了工作了 那好了 那到底過來的流程是怎樣 剛才我講了很少一部分的 還有呢 始終我不是移民顧問那些 那我都是 我緊緊地追蹤著這個香港的消息 有很多朋友都說這樣想過來 那我都是上網 有一個叫做The Maple Couple 那他們都是三十多歲的一對夫婦 那就是移民過來加拿大 然後呢 就開了一個Facebook Page 還有我想他們好像是有YouTube Channel的 不認識他們的 他們在Toronto 但是我見他們的一些分享很好 他們會講很多他們的一些生活 怎樣移民 然後給很多資訊 給一些未來 準備來 剛剛來了 或者在這裡的香港人 分享他們的心得 那好像這篇文章呢 他們都是超快的 就是加拿大政府 英文版出了不久 他們已經有一個完整的中文版 那這個第一項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個case 過去五年你是大專學副畢業 加拿大就幫你提供三年的工簽 你過來找工作 你有一年工作經驗就可以申請了 那另外它還有一些不同的category 那我不講得那麼詳細了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那些category 但anyway它上面寫得很詳細的 包括由你三年來曾經來過加拿大工作 或者讀過書的人 或者你已經在搞的了 其實都有一些expediate的方法的 又或者你已經是PR 你想sponsor你的家人過來 又會快了 就是總之呢 包括呢 我其實不是很想說政治 即使你是觸犯了國安法的話 你都不會喪失這個尋求庇護 或者申請永久居留權的一個資格 所以是真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那我們說回加拿大了 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一個迷思的 記得我當年呢 1617年的時候 我和我的朋友 有些朋友沒有來過加拿大旅行 因為香港人我們都喜歡去日本啊 韓國啊 喜歡去歐洲嘛 沒有多少人說我要去加拿大旅行 我要去美國拍婚生相 是比較少一些的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呢 加拿大冰天雪地 人都沒有鬼影都沒有隻的 怎麼搞啊 其實真的不是的 都看你在加拿大的哪一刻的 如果你說你去到manitoba Winnipeg可能會很冷 會少很多人 不過那裡呢 又是那裡的風味 如果你說 我要一些落地的香港人的生活 我想你在Toronto或者Vancouver 這邊呢 你都很可以找到好香港 甚至是香港都沒有了那種 舊香港的那種足跡的 我們可以看看我們溫哥華的什麼 多倫多我就真的不熟了 有朋友在那邊 那Vancouver我們可以說一下 其實呢 我們叫Greater Vancouver 真正的溫哥華就是這樣的 然後下面還有第二個城市 叫Richmond 還有Burnaby 當地在這裏 如果你說是比較旺的 好像我們用香港來説 譬如什麼尖沙咀呀 九龍塘呀 旺角呀 去到荃灣 我想 然後去到九龍灣 下去下面 香港就質如沖太古 基本上就是一個這樣的核心地區 你在這個地區 其實你見到我們有了sky train 黃色 藍色 綠色 都是不同的sky train 這邊的sky train 因為它主要都是走地面 所以我們不叫地鐵 我們叫天車 我們叫sky train 所以這個地方 都聚集了不少的唐人華人 說真的 中國人說普通話的 又有 說廣東話 討生討長香港人 新移民回來的又有很多 也有很多鬼 印度人 菲律賓人 中東人 伊朗人 很多的 日本人 韓國人都有的 其實這裏是一個很多元化的城市 吃的話你不怕找不到 Richmond 真是幾條街全部都吃中式的東西 去遠一點 Vancourver Kokulam也有韓國 你說要去一些外國的地方 你可以去Port Moodie 你可以去西溫 再走遠一點 Langley那邊更多 所以選擇你是有的 起碼我現在來到這裏這麼多年 也不是很多 四年 我都不會覺得這裏是很正常的 生活不了 每次都一定要開車到很遠才買到東西 其實我們開車出去 五分鐘我已經有超級市場買到我要的東西了 我還不是住在這裏 其實我是住在這裏 它的福地圖沒有了 這個是Surry 我住在旁邊 Delta在這一個位置 我開去Richmond 15分鐘飛車過去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其實有很多選擇 在這裏 講完Greater Vancouver 車都重要的 不是說沒有車不行 你住在Skytrain 完善呢 你都能解決到的 比如這個Metrotown附近下面 又有中式超市 什麼都有 這裏Marine Canby有個站 我有段影片也介紹過 我又是有大統華 又可以喝茶 在Richmond更加不用說 你到處走 有很多東西吃的 你們有興趣 知道更加多加拿大生活 那你都可以看我的影片 雖然我是地產經紀買樓 但我的影片其實講很多地區 大家可以跳過看樓那段 就看看街道是怎樣 然後呢 講回車 車是重要的 你可能第一年第二年 你過來就搭Skytrain 但之後可能慢慢你都會想有一輛車 因為溫哥華這邊其實是可以抗到很大的 我們是低落平原 我們附近有很多山 很多湖 可以一路連接過去 Kalgerly 那些Bank 那些National Park 所以大家遲早有輛車 駕出去玩 就開心很多了 你可以在香港先考定車牌 等你差不多過來的時候 你至少可以先下肥駕駛 說了車 說了 吃東西買東西 我們說了住屋 要提醒各位朋友 你們如果是拿著公簽身份過來 你們不是很適合在BC省 在溫哥華買樓 因為你們要給額外20%的海外買家稅 是非常不值得的 所以各位 你可能要保持一保持 那你就要租住 那我先說一說租屋的門檻給大家聽 如果你是想住在丹灘 這些主地區 就是Skytrain 然後樓下下街走兩步 可以買到東西吃到東西的地方 那你說租房 一房500呎左右的門檻 差不多是1,800至2,000頭 那你想要多大多新 有沒有view 那價錢就會有出入 那在說1,800元價值下 那如果你說要兩房 兩房就差不多是2,400至2,800 也是一樣 又是說大小 兩房這裡可能600多呎 到800多900呎都有 那有些有大露台有view 有些是小一點 樓望樓便便便便便 那所以租房子上面都相對 會比香港更加適合 即使你在丹灘 都不會在香港中環 那些租貴得這麼較慣 中環可能在說4、5萬 那港幣 那這邊丹灘一房 你再貴 Trump Tower 對著海 特朗普大廈 都是3,000元一房 而且現在COVID-19不用那麼貴 那所以租房方面就是這樣 都可以租車 但租車價錢我就不知道了 那所以各位朋友 很開心可以share這個消息給大家 啊!漏了一件事最重要 剛才沒有介紹到 Peterson 那除了剛才我說過 那個Maple Group之外 我不是移民經紀 我的資料都不是最新的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 去研究一下這條路可不可行 大家可以加入這個群組 Facebook page 叫做香港人DIY移民加拿大 這個page裡面已經有很多人 它是一個討論區的 有一位叫做Peterson的神一般人物 他是很熟悉加拿大不同省份 不同方式移民進來的政策 他也是主張大家DIY用最省錢的方法 可能去找到一條最適合自己的路徑移民過來 他也是很熱心幫助香港人 他在Toronto那邊 我當初跟他們有個討談 聊過一段影片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Peter這個群組裡面 很活躍的 很多人去問問題 很多人去解答 然後分享自己的經驗 我記得這個人 叫做深思思重新學習 因為他真的很有心機 他每一篇文章都很詳細 去解釋給香港人聽 無論你在不同階段 例如說出發前準備 good to follow 就是人們登場 你要準備什麼 那些首飾珠寶怎樣去報價股價 之前他有分享過 買樓怎樣選擇地區 租樓怎樣選擇地區 他分享了很多很多東西 你會在這些論壇裡面 找到很多資訊 我記得我們三四年前是沒有的 所以鼓勵大家可以加入這個群組 有需要你可以問Peterson 他可以解答你很多問題 真的很好人 我要講的是這麼多 大家有什麼再問我 拜拜 好 謝謝 我們今天聽到 錶